Hello大家好 现在是新西兰四季封城的时候 每天在家里面带着没什么事情做 那刚好借这个机会来聊一下 像我们家这样一个普通的四口之家 在新西兰一个月的花销大概是多少钱 那刚好我在6月份的时候做了一个账 我们今天来一起看一下 首先第一栏是食物 那就是在家里面买菜做饭的花销 那我个人来说还算是比较会做饭的对吧 所以说能保证在吃饱吃好的同时 尽量的去减少这个花销 那一个月我的花销不多 大概是980块钱 那这个第二栏是日用杂货 基本上就是这个日化产品 学习用品等等 那这一块每个月的花销是196纽币 那加油一个月是200纽币 因为我们家的活动范围 基本上是在这个家附近 所以说这个花销不算太高 衣物的话是100纽币 但这个月是冬天没有买衣服 所以说这是有点偏低的 那我给它加倍了一下 按照200来算的 水费是80纽币 那前段时间我们家有点low水 所以说这个水费是有点偏高的 那么电和天然气是一家公司 一个月是200纽币 那冬天这个是偏高的 所以我平均了一下 按照180纽币来算的 接下来是外食啊 那平常没有时间做饭 或者比较懒的时候就点外卖了 那我们现在跟朋友聚餐呢 基本上都是在家里面解决 不去外面吃了 所以说这块的花销也不算太大 一个月510纽币 临时这块主要是小朋友每天上学 要稍微带一点啊 当然平时我们也要吃一点 这个花销也不低啊 是415纽币 然后是娱乐啊 主要是一些这个收费的游乐和游戏场所 比如说这个每周末 我会带他们去游冰场玩一下 这块是花了222块钱 然后是玩具和礼物啊 基本上每个月会给他们买两次玩具 但一般不会买太贵的哈 然后还有一次呢 是别的小朋友的生日聚会礼物 那这个加起来一个月是80块钱 辅导班有这个钢琴网球中文数学 大概就这几样 一个月是950块钱 最后是各种固定的这个税费啊 一个月我们这个房子的地税是232块钱 车的路税呢是20块钱 新西兰的这个用车还是比较便宜的哈 然后是房屋财产的保险是180块钱 车子的全写呢是150块钱 然后健康保险啊是500块钱 最后是这个月看牙医花了180块钱 因为我们家有个傻子啊 他用牙去咬那个手机壳的金属环 把牙给咬崩了 然后学校的服装杂费啊 平均一个月算80吧 因为新西兰的这个公立学校 基本上是不花钱的 但是如果是比较好的私校 那花费一个月要2500往上了 电话和网络100 手机60 好那所有的这些费用啊 加起来差不多是5500块钱 和人民币呢相当于2500左右 那如果在我们过得节奸一点的情况下 可以从哪些地方省钱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从前面这几项 从食物到电和气这块都是省不下来的 外食如果完全在家里吃 食材费用按照40%来算的话 可以省出300块 管住嘴 零食呢少吃一点 按照一半来算的话 可以省200出头 那么这个娱乐再减少一点 按照一半来算 可以省100出头 那辅导班这个东西呢 可以按照个人的需求来 对吧 如果再给它减少一点 按照一半来算的话 可以省将近500块 那这个税费保险里面啊 地税和入税是一定要交的 这个房屋财产的保险是不能省的哈 因为新西兰规定啊 如果你的房子有贷款的话 是必须要买保险的 想一下新西兰的这些地震海啸 如果你的房子没有保险 是什么获果 那车险只买第三险的话 可以省80块 医疗保险这个可以不用买 因为新西兰的医疗啊 是公费的 但是啊 如果你想得到比较及时 服务比较好的这个治疗啊 最好还是买上 那关于新西兰的医疗 我下次可以单独开一个话题 来聊一下这个东西啊 可以说的太多了 那么如果不买医疗保险的话 可以省500块 好 那其他的东西呢 牙医的话也不是每个月都看 因为不是有人傻到 每个月都会用牙去咬这个金属 大概平均一下 每个月看牙医和家庭医生 80块钱吧 别的好像也没有什么能省的了 这样算一下 每个月的花销是3749牛币 相当于人民币啊 17000块钱的样子 那这两个花销给他取一个平均值啊 4637牛币 大概就是人民币21000块钱的样子 最后还有一个大头啊 就是这个房贷 那么根据你房子购买时候的价格 它的区别还是挺大的 像我们这种普通家庭的房子啊 基本上是在100万到200万这个区间的居多啊 根据你买房子时候的这个价格 以及你贷款的时长 那么房贷大概可以从2000牛币到9000牛币之间来浮动 那大约呢就是和人民币9000到4万之间啊 那我家的这个房子买的还算比较早 所以说运气还算不错 呃那上面这些都是比较基础的费用 如果你每年还要出去玩一下旅游啊 买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这些又是另外一笔钱了 呃对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维护花园的开销 因为我冬天没什么东西要弄嘛 所以这个月基本没花什么钱 但是如果平均到每个月的话 我觉得100牛币差不多也够了 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房子的维护费用啊 那这个每个家庭它每个房子的状况也不一样 所以说开销肯定也是不同的 普通来说每个月100也是差不多了 嗯我想想好像也没有别的什么遗漏了 好的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情况了 不知道大家的家庭开销一个月大概都是多少钱 欢迎大家讨论啊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